目前,浙江山西水利水电开发股份有限公司,正在申请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。 我们发现,山西水利的客户主要为公共事业单位,其中,对控股股东及其下属企业的销售收入,占原水销售收入的比重超过60%,且公司疑似于温州市水利局、下属机构的业务范围和管理权限重合。 同时,公司披露的原水供应量和需求量,似乎与温州市水资源公报相矛盾。 另外,有媒体报道,山西水利一项主要在建工程或导致河道污染。 山西水利成立于1996年,直接控股股东为温州市公用事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,间接控股股东为温州市城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。 公司主要从事原水销售和水利发电业务,负责运营,位于温州市飞云,将干流中上游河段的山西水利枢纽工程,由山西水库工程和照山度饮水工程组成。 据照股书披露,2017年至2020年1到6月,山西水利分别实现营业收入48301.53万元,49731.16万元,54329.13万元,22858.70万元。 实现归属,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526.85万元,8962.67万元,11050.07万元,2494.93万元。 需要注意的是,山西水利关联交易占比较高,2017年至2020年1到6月,山西水利原水销售收入分别为29,092.09万元,31589.75万元,32438.46万元,17,094.11万元。 其中,向控股股东温州公用集团及其控制的温州市次来水,有限公司的合计销售收入分别为18746.29万元,19685.98万元,20321.25万元,10446.81万元。 占原水销售收入的比例分别为64.44%,62.32%,62.65%,61.11%,除了温州公用集团以外。 山西水利其他主要客户包括国网浙江省电力,有限公司,瑞安市公用事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,平阳县公用事业投资有限公司,苍南县水务集团有限公司,温州市水利局。 通过区域性优势,山西水利对这些公共事业单位的销售占比达到97%,以至于报告期内销售费用始终为零。 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十四条,发行人应当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,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。 温州市水利局官网显示,温州市山西水利枢纽管理中心,是温州市水利局的下属机构。 其主要职能为依法管理山西水利枢纽工程,具体包括山西水利枢纽工程的项目建设、运行维护、水源保护、水域管理等。 由此来看,温州市山西水利枢纽管理中心与山西水利之间,在业务范围和管理权限方面是否有所重合? 这是否影响到山西水利业务体系的完整性和独立性? 招股书披露,山西水利枢纽工程是温州市域供水的主水源。年供水量占温州市区供水总量的80%。 2017年至2020年1到6月,公司对温州市域的生活用水供水量分别为32,359.10万立方米,33,856.19万立方米,33,542.36万立方米,18,229.54万立方米。 生态用水供水量分别为31,845.07万立方米,29,686.13万立方米,31,192.75万立方米,12,601.69万立方米。 然而,温州市水利局披露的2019年度温州市水资源公报显示,2019年度全市总用水量为17.03亿立方米。 其中生态与环境用水量1.16亿立方米。 山西水利2019年,对温州市域的生态用水供水量3.12亿立方米。 静远高于当地生态用水量1.16亿立方米。 同时,招股书披露,根据温州市城市供水专项计划,预计2020年全市总用水量27.76亿立方米。 而温州市水利局披露的2020年度温州市水资源公报显示。 2020年,温州全市总用水量为16.43亿立方米。 山西水利披露的温州市用水需求,似乎明显超过实际水平。 山西水利招股书披露的部分信息也出现了自相矛盾。 公司在招股书业绩下滑的风险部分披露。 2020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,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,54.47%。 而在2020年度经营业绩预计情况部分披露。 2020年度预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,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较2019年度下降,53.93%。 扣非净利润的下降比率竟然出现了两个数据。 暂如,山西水利在招股书、再建工程变动情况部分披露。 赵山渡营水工程渡槽,出现加固及检修应急通道工程,的开工时间为2016年12月。 而在公司尚未完工的再建工程情况部分披露。 赵山渡营水工程渡槽,出现加固及检修应急通道工程,的开始日期为2017年7月。 前后相差8个月时间,报告期内,赵山渡营水工程渡槽,出现加固及检修应急通道工程,是山西水利的主要再建工程。 据媒体报道,桃山镇西洋村蛇排河的整个河道浑浊不堪,呈现泥浆色。 媒体调查发现上游堆积了大量泥浆,而造成溪流堆积淤泥的直接原因,是工地施工管理混乱。 泥土存放不规范,经济者了解,设施工地为赵山渡营水工程,渡槽出现加固及检修应急通道三标项目。 工地现场未设置防范措施,大量渣土,泥浆随意堆积,随着雨水冲进溪流造成河道污染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22条,河道湖泊管理范围内的土地和岸线的利用,应当符合行洪输水的要求, 禁止在河道湖泊管理范围内建设妨碍行洪的建筑物、购筑物、倾倒垃圾、扎土,从事影响和势稳定、危害河岸地方安全和其他妨碍河道行洪的活动。 桃山镇水利站站站长表示,河床被垫高后,可能加剧洪水风险。 媒体现场调查的同时,是治水办和桃山镇水利站的工作人员,已对工地进行立案调查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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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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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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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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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